之前医疗量能吃紧 指挥中心将隔离政策改成10加7 也就是发病日10天后 如果症状缓解 不用另外筛检 就可以结束隔离治疗 转为居家隔离7天 但是有民众PO文说 他的丈夫确诊之后 进行完10加7的检疫 后来保险起见再做一次PCR裁检 结果又验出了阳性反应 CT值26倍再度收治 也质疑10加7政策 会不会成为防疫破口 本土疫情爆发后 因应国内筛检量能吃紧 隔离政策改成10加7 也就是发病日10天后症状缓解 不用另外裁检 就能结束隔离治疗 转为居家隔离7天 但近来有民众PO文表示 自己的丈夫5月21号裁检确诊 6月1号解除隔离 因为家中有不满一岁的宝宝 丈夫自费到防疫旅馆 再隔离7天 6月9号出来后 保险起见又做一次PCR裁检 没想到还是呈现阳性 CT值26当场被再度收治 专家综合整个疫情 跟这样现有的一个文献的资料 做了一个决定 14天加7 自主健康管理之后 有些验出来的 那相对的CT值都很高 10加7政策会不会导致防疫漏洞 对此陈时中回应 当初是经专家多方研讨 即使是执行原本的14加7 也是会出现解隔离后 PCR可能还是阳性的反应 但通常CT值都比较高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认为 但我们标准在30 但一般27以上 其实就好像很少具有一个传染力的 个案没有完全康复 就被解除隔离 引发担忧会不会成为破口 如今国内筛检量能恢复水准 不用另外裁减的10加7政策 也被再度拉出来 放大检视 记者综合报道